接着来关心的是花莲市民代表会在3号是进入了市政总咨询议程 首先是由市民代表杨哲峰、徐愿神、韩灵美、肖明龙等四位代表轮番上阵 分别针对了防疫措施以及建设方面对花莲市公所提出多项建言 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咨询议程3号首日登场 在主席苏美珠敲锤过后由市民代表杨哲峰开始进行咨询 那疫情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做消化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了解说花莲市公所对于疫情方面 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对于老旧社区的部分呢花莲老年人非常多 那老旧社区也非常多 只要一发生火災都是非常严重 都是整排就直接烧起来 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以来也有极起火災的发生 那也是每次都非常严重 所以在于这边我希望市公所可以给我们一个 在于未来火災预防上面的一个政策 那最后就是还有公正街的部分 因为非常多人骑车会滑倒 那也非常感谢市公所能够协助铺设铺面的部分 那希望未来在大雨节甚至是其他的商圈 有这样的情形的也可以去做改善的工作 市民代表许愿神则是针对防疫及原住民身份等议题提出建言 申请原住民有很多条件 萧敏龙要不要我做你的养子也可以 第一个条件不行的话 然后有第二个条件 我的原住民语言可以讲三种原住民语言 这个语言已经要消失了 但是还有几个人在讲 我跟你讲不是阿妹族的 我是福尔摩杀族的人的后代我怎么是会听得懂呢 这个三个条件如果是成立的话 就可以申请为原住民了 其实原住民身份它是财血统子 那如果父母亲有一方 父或母有原住民的身份 那子女要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必须要有从有原住民性别的母亲或父亲 或者取得原住民传统名字 才可以有原住民身份 那代表谈到的是有关收养的部分 收养的部分也有年龄的限制 受到疫情升温影响 不少代表都针对防疫提出建言 而市民代表韩林梅也带了水晶波道场 带领公所同仁放松身心 针对我们目前在花莲市很多的巷道的部分 的A系路面长久没有实作 那比较着重的都是在我们的街还有路的部分 那另外呢也针对了我们施工所补助身心灵 来针对了我们的很多的活动 做人民身体健康的平衡发展的一些经费 跟公所做一些讨论 个人认为在目前疫情那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我们每一个人呢 对我们的身心灵的部分非常的注重 因为身心灵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精气神 唯有我们的精气神能够达到合一 才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希望同仁们能够一起加油 为我们的人民来做健康的把关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也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记者许立琴 华林市报导